国内生机业今年起全面启动CDMO 也就是委托开发剂制造服务布局 堪称是生机业的台积电模式 政府规划投资60亿元打造国家级CDMO公司 虽然还在筹资阶段 但已经传出和美国国家任力公司合作 由任力公司授权核酸药物技术给台湾 协助台湾通过国际认证 将促成台美生医合作典范 TBMC的董事长强调 目前并没有跟任何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TBMC也还在洽谈各方的合作机会 根据了解TBMC目标 今年底让公司的团队和资金到位 初步由政府先出资 后续仍要对民间企业募资 公股和民间持股的比例规划为4比6 也就是说民间持股过半才能真正运作 公司的第一阶段将在竹北生医园区建厂 生产项目除了MRNA疫苗之外 还将包括核酸药物及细胞治疗的药物 不过对于台湾的CDMO产业来说 政府扮演只是在前段的角色 要争取国际订单还是得靠业者自行努力 寻求定位